欢迎来到CryptoTrix 在视频开始之前 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随时随刻获取加密世界最前沿的讯息 不错我们提供的精彩内容 We're going to make it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CryptoTrix 那今天呢 我会继续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以太坊白皮书的第二部分 也就是以太坊上支援合约的一些应用 然后包括金融 还有这个货币 然后以及一些金融衍生品 还有这个跟金融完全没有关系的 这些群细化应用 这些都是这个智能合约的诞生 所带来的一些 我们可以实现的事情 那此外不多说 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内容 咱们现在再来看一看 这个以太坊上有什么应用 那我们刚才讲了 就是以太坊 它其实还是很像这个比特币的 就是包括用这个状态方程 还有这个工作量证明 它其实是类似的一个机制 但是呢 就是以太坊 它是用的是一个account based 就是说我所有的这些区块链上的交易 是通过这个每个账户里面的余额转账 然后到另外一个账户中 然后它更像一个银行的系统 所以它的这个 加上它还有这个智能合约的这么一个应用 这样的话 它会就会衍生出来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开放的 就是开发的一些可开发的一些应用 那它可提供的这个白币数量写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代币系统 那就是token system 这个是通过智能合约来实现的 它比较好的一点 就是说区块链上的这些代币 它有许多就是说可以代表美元 黄金或者说资产 然后还有一些紫货币 或者是甚至到公司股票等等 它都是可以通过这种token 你说通证吧 类似于来去做的 代币系统的话还是有点抽象 但是它所要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说把很多东西可以代币化 那这个是完全可以通过这个智能合约来实现 然后包括之后有一些 比如说像ERCA20 token 这个是你可以在以太坊 再生成的这种代币 包括像NFT这种 那fungible token的话 这些都是通过这个代币系统来生成的 这个具体它的一些运作和一些原理 我们之后再会去细讲 这个地方只是说给大家 就是从high level上给大概的过一下 然后另外一个应用 就是说这个金融衍生品和价值稳定货币 那这部分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通过智能合约把条件与交易和投资一些规则写死 然后在条件都满足后自动的去触发 然后比如说像质押或者说对冲以太坊 与这个以太币跟这个美元等等的各项金融衍生应用 其实它都可以通过这个smart contract智能合约来实现 再一个大的应用就是说身份与信誉系统 也就是identity and reputation system 这个的话它有点像就是说namecoin 就namecoin实际上就是说你可以在以太坊 或者说像在比特币上去注册域名 然后对应这个域名有一个特定的IP 然后你存在整个区块链上 那其实可以去参考现在比如说以太坊上 这个ens也就是ethereum的name services来去注册 在以太坊上注册独一无二的域名 然后另外一个应用就是去中心化文件存储 这个部分实际上就是说你可以参考现在 比如说web2里面的这种dropbox对吧 它是一个中心化的服务器 然后中心化的公司来去offer这种services就是服务 然后给到客户 客户可以每个月交这种订阅费 然后去把他的文件存储在中心的服务器中 但是像在以太坊上其实可以完成 也可以同时完成这一步 就是通过把这个通过智能合约写好 这个存储文件的这么一个逻辑 然后比如说这些节点有剩余的这种存储空间 它可以贡献出来 然后我在存储之前可以先把这个文件打成碎片 然后不同的文件碎片可以存在不同的硬盘中 然后我再去这个用户想再把这个文件提取回来的时候 他就可以去通过这个智能合约交钱 然后节点会把这个文件碎片再放回来 然后组合成原来这个文件的本身 然后再让这个用户拿到这个原文件 所以但是这个目前来说 在以我看我觉得有点像脱了裤子放屁实际上 就是因为这个步骤还是比较复杂的 而且现在这个价格也没法保证 就是它是否真正的很稳定或者很便宜 比现在的外卖中的这种云存储的这个方案会更高效 以及成本降低 所以现在毕竟这个以太坊还是比较早期的 所以它还有很多这种应用 是否能真正在未来去可以扩展 然后到大众被大众接受和使用 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我认为 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去中心化组织 自治组织 然后这个也就是大家都是可能都熟知的这个道 那这个道其实也是通过智能合约来去完成的 也就是说我可以 这个大概就是说我很大概的一个它是怎么运行的 其实就相当于我 比如说我们可以先去写智能合约 然后把我们要怎么去run一个怎么投票 然后怎么去run这么一个组织的一些rule 就相当于公司的一个章程全都写好 然后写在这个智能合约里 然后这个智能合约一旦运行在这个以太坊上 然后它就是相当于fix了 然后我们也不可以更改 然后我们可以去来让我们去做这个ICO 也就是去funding把我们的代币兜售出去 具有这个投票权代币兜售出去 然后兜售出去之后 这些人就参与到这个道中 然后具有这个投票权 然后他们比如说我们有新的提案的时候 然后我们需要 其实需要整个这个community 或者组织运用投票权的这些用户去来投票的 然后他这个投票其实也是跟这个smart contract 智能合约去做一种互动 然后去告诉他他是投什么样的票 然后最后我们这个投案是否可以 这个提案是否可以实施也是通过去 就是通过这个智能合约来去帮我们 怎么说呢 去来计算这个投票的数量 然后达到一定的比如32以上的这么一个赞同数之后 我们才去可以把这个提案或者说提案去实施 或者说更改代码怎么怎么样 所以道是一个也是一个在以太坊上的一个创新吧 通过智能合约 对 然后他其实还有更多的应用 就比如说像储蓄钱包 然后GD网我就不多讲了 然后还有可以做insurance这种保险的一些应用 也是都是这些都是可以去通过智能合约去做的 包括像去中文化这种data feed 然后还有这种multi-sig的scroll 这个其实是相当于多签名的这种保管服务 也就是相当于说我要提从一个账户中提钱的话 提以太币的话 我需要多个这种签名 达到比如说4个签名 我才可以把这个钱提出来这种服务 然后还有包括云计算 这个其实跟去中文化文件存有点类似 就是说我相当于以太坊中的节点 或者EVM 可以把它的计算资源租赁出来 然后我可以用 这也是一个道理 然后它是去中文化的这么一个方式 然后包括像一些赌博的服务 然后还有一些market prediction 去预测市场的一种服务 然后最后还有像这种marketplace 就链上的这种去中文化的市场都可以去做 包括像其实defi的话 也是在以太坊上 有很大的一个体现和应用 然后也都是用智能合约去达到的 很多的这种金融演成品的开发 那以太坊它的一个货币发行 其实是在正常的货币发行中 它其实是跟比特币差不多的 它是通过coinbase transaction 就是矿工它验证好了区块以后 它在第一个transaction 放到区块中是一个coinbase transaction 然后这个是一个写好的规则 就是说比如说我矿工验证了 弄好了一个区块 然后我花了我的算力 然后功能量证明好了 然后这个系统会给我一个奖励 然后这个coinbase transaction 其实就是以太坊 并且也是比特币 去来发售它的issue 它的coin的这么一个方式 然后再加上还有一些transaction fee 然后矿工也会拿到 都会流通到 这些货币都会流通到整个区块链中 但是当时以太坊也进行了SEO 也就是发行货币 最开始它去也是融到了一些钱 然后是以比特币的形式 然后它钱也是后来分配到不同的这些部分 也就是说有些到了基金会 然后有一些是去支付一些开发相关的费用等等 然后以太币实际上它在白皮书中写到 其实每年有一个供应量的上限的 也就是说是18个million 就最多一年就最多能供应18个million 1800万的以太币 但是永久上它是无限的 就是说它每年有个上限 但是它永久是其实无限的 但是根据挖矿难度 其实是发售量是慢慢降低的 其实跟以太坊还是比较相似的 然后但是现在因为又升级了 对吧 前一段时间以太坊都merge了 然后它现在也不是用这种工作量证明的方式来去做验证了 而转为POS了 所以其实以太坊上有很多新的提案 然后在最近的时候有很多升级 然后有很多的改变 这些都是可能大家需要去最近去新的关注它的一些改变 这个之后我们可能会再去慢慢的跟大家讲 然后这个只是一个单纯的白皮书的这么一个概念 OK 我们最后来其实总结一下 就是以太坊其实最初是被设想为这么一个加密货币的升级版本 然后它是其实通过高度通用的编程语言 它去提供一些高级的功能 就是相比比特币算是偏低级 然后比如说像区块链托管 然后提款限制合约 然后整个博彩市场等等 这些都是跟竞争类相关的话 都是可以通过以太坊去来完成的 以太坊的协议 它其实不是会直接支持任何的应用 但是它具有图灵完整的 刚才我们说过比特币它是图灵不完整的 然后但是以太坊是图灵完整的编成语言 然后去来为任何的这种交易类型和应用 去创建任意的这种合约 所以它是非常自由和开放的这么一个平台 它就是会比较方便 大家去在上面做各种各样的创新 然后以太坊的协议 其实远远只是超过了 其实远远超过只是货币的这么一个范畴 它其实还有刚才我们也看到各种各样的应用可以去做 然后它以太币实际上是一个整个区块链上的一个怎么说 就是incentive或者说激励燃料 其实就是作为整个以太坊 这么一个去运转这么一个燃料 它的一个动力的来源 然后这个是相当于它跟货币或者说金融或者说价值的一些挂钩 然后使得大家可以在以太坊中进行一个闭环 这么一个经济行为的操作 所以它就是说是一个非常多层次的一个创新 然后最后来说 就是它以太坊上的dapps它其实可以去做很多开发 目前我们也看到非常多 已经创建了五六年六七年了 这个时间上也非常多的dapps出现 然后有很多的应用出现 其实它整个以太坊的生态还是相比比特币的话更上一层楼的 我觉得它也是其实以太坊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去define整个web3中的一个对外伴的一个革命的一个就是更改的话更多的一个体现 那基本上这就是以太坊的一个算是一个基本面吧 它这个我是按照这个白皮书 然后给大家去来讲解这么几个重点 但是我当然里面还有很多的细节 然后我可能都没有放进来 或者说没有今天没有讲到或者有些概念 其实真的是比较抽象 然后我可能也讲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去到我们的学习计划中 然后去看我们的学习笔记 然后如果是你真的非常想去commit到学习中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定还是需要花一定时间来去慢慢的吸收和消化这些知识的 所以今天只是给大家去做一个这么一个介绍 然后我们之后每期也会根据我们这个topic上面去讲过的 然后给大家去一介绍不同的整个区块链 还有每个区块链项目上的不同的一些概念 等这个概念之后过了以后讲好 讲完以后我们会进入到区块链开发的这么一个过程中 其实也是我们这个并不算是课吧 只是说我们把我们自己学习的过程分享给大家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们节奏一起来去了解整个区块链的一些概念和它的真正的一些知识所在 所以我这个doc也是share给大家 然后你们都是有comment的权限 所以我希望大家也可以参与进来 把你的一些理解和你的知识 然后都在我们这个doc上comment 然后或者做一些改进 这样的话我们不断的可以去来进步 然后不断的可以去来让整个这个知识框架和这个知识图谱更加的完整 可以希望帮助到大家 也帮助到其实帮助到我们自己的对未来这个区块链的一个掌握和了解 那这就是我今天对比特币白皮书的这么一个介绍 然后希望大家觉得有用 如果说有讲的不好的地方也一定请多多包容 然后可以comment给我 然后我也不断的会吸取这个feedback 然后去改进我们的一些形式视频形式等等 然后最后不要忘记给我们点个赞 然后还没有subscribe我们channel的朋友 一定要subscribe一下 然后谢谢大家